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他还担任着海外华人基金合伙人公司总裁 中国巴菲特加拿大合伙人公司总裁 唐伟真财富俱乐部主席团主席 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荣誉主席 连续三年E-Trade Canada顾问 湖南同乡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创会副会长 家中生物医药科技发展协会理事长 2004年亚太总裁协会主办的 世界最伟大投资人巴菲特投资理念与实践 中国报告会特邀唯一北美华人巴菲特专家 2005年亚太总裁协会主办的 省市长与总裁经济合作高峰会议特邀嘉宾 北京密云县经济高级顾问 中国商业联合会举办的 0506华裔经济领袖影响理论坛及区域经济合作洽谈组委会副主席 首届北美华人财富论坛多伦多峰会主席团主席 这些耀眼的光环看起来是那么自然而然的落在了他的头上 正是因为唐伟珍以自己十几年传奇的投资故事 过人的投资天才 敏锐的投资目光 户内的投资精神 使这一个个光环更加璀璨夺目 1996年的时候 唐伟珍创立自己的投资与信息咨询公司 在金融这块新的领地里 他不约而同地和金融大亨巴菲特采用了同样的经营策略 那就是不赚钱不收费的原则 也就是为顾客和自己从市场上赚钱 而不是从顾客身上赚钱 而且他利用自己勤奋好学的长处 对美国的股票 互惠基金 外汇买卖 外汇期权 和金融期货进行了深入仔细的研究 在长年的投资中 获得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从容地保持每周1%的回报 每年则在30%到52%以上 像这个巴菲特的这个 应该说是投资界的圣子 像陶伟珍这样的 巴菲特式的 特别是庆幸的是 华人的这个投资的领袖人物 当然 身为龙的传人 他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虽然中国的股市依然是那么变幻莫测 存在着那么多不定的因素 但是唐美正认为自己的投资理念与实践 对于任何一个资本市场 都是盈利的马宝 做投资啊 就是你要做到 这个投资人需要的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市场呢 是非常难驾驭的 如果你要能够做到 就是投资人所需要的 又能从市场赚的钱 那投资人是非常的高兴 而中国也同样关注着 这个在加拿大创造奇迹的唐美真 2004年亚太总裁协会主办的 世界最伟大投资人巴菲特 投资理念与实践中国报告会 唯一特邀唐美真 作为北美华人的巴菲特专家 做了专题报告 同时他也在北京行政学院 和上海发表了 有关巴菲特思想研究的演讲 2005年 天下华人杂志封面人物 选择的唐美真 2005年 亚太总裁协会主办的 中国部分省市长 与总裁经济合作高峰会议 特邀唐美真作为嘉宾出席会议 大中华地区出版发行的 《投资有道》杂志 把唐美真评为2005年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中国金融门户网站中金在线 在2005年 以中国巴菲特 创造财富奇迹为题 对唐美真进行了全面报道 雅虎财经与阿里巴巴网站 已在2005年 以利用独特的财富理念与技巧 在北美投资获利 介绍了唐美真的传奇故事 此外 新浪财经的财富人物专栏 等数十家大型门户网站 西安电视台 和西安证券报 都争相报道唐美真 在北美金融业 淘金的长工史 中国国务院直属的出版机构 经济日报出版社 也出版了 由唐美真撰写的 《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 并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 徐滇庆为该书作序 2006年 在上海交大 浙江大学等高校 唐美真为企业总裁 和银行高级经理培训班 做了专题演讲 引起听众极大的兴趣 还在上海东方卫视 第一财经频道 做了题为 《中国奇人》 叫板巴菲特的电视专访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2005年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访问加拿大期间 举办的 家中贸易论坛会上 唐美真也作为 入选的 家国华人企业代表 参加了会议 2006年 由唐美真财富俱乐部 投资与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主办的 首届北美财富论坛 是一个用新的财富理念 举办的高峰会议 谱写了 华裔财富创造的新篇章 2007年2月 北京华人世界第二期 以唐美真的巴菲特之路 对唐美真做了专题报道 2007年3月 唐美真所驻 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 荣获世界华文 大众传播媒体协会 主办的第二届 世界华文最佳财经著作奖 2007年6月23日至7月5日 应邀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 北京翠宫饭店 中国传媒大学 上海新锦江饭店 湖南长沙 华天大酒店 中国民族证券等地 就中国股市与财富系列 开办讲座 2008年2月2日 唐美真又将目光 投向火热的演艺市场 投资主办2008年 加拿大华人春节联欢晚会 并首次使华裔综艺晚会 打入当地主流电视网 他本人在晚会上 捐赠3000加元 给大多市公益金 并向湖南省捐赠10万元人民币 帮助灾区人民抗动救灾 2008年3月 中国外貌杂志将唐美真选为封面人物 2008年3月14日 唐美真应凤凰卫视的邀请 专程到美国洛杉矶接受名为 《枫叶之爱》的电视专访 2008年1月 是唐美真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于2007年6月 在投资与信息咨询公司的基础上 成立的唐美真金融集团 获得了加拿大安省证监会批准 资金发展速度 更是以千万元为单位递增 标志着在抢手如临的北美金融市场上 唐美真已经计身其中 其实力与影响力剧增 一个海外金融企业家的眼光 悟性和雄才胆略 正在创造海外华人新的历史 有人这样说 唐美真是一个具有独特财富理念 与技巧的金融企业家 和可以创造财富奇迹的人 从一个网络鼓坛风云人物 到北美人气最旺 功力最深的金融企业家 成为北美华人巴菲特·索罗斯 并一贯坚持不赚钱不收费的原则 无一不体现出唐美真的功力 胆量与合理性 与投资人利益一致的高度结合 正是这样一个可以无限放大 自己思维的天才人物 正在续写着一个 为自己和为别人创造财富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